大家好我是铁头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家乡菜 客家富足焖番鸭 首先我们要把番鸭给砍成小块 这半只番鸭有五斤重 全是肉 鸭肉可以砍大块一点 等一下炒至时还会缩死 砍好的鸭肉放到大盆中 给它进行调味腌制 往里面调入三勺的懒乳汁 两勺生抽 一小勺白糖提鲜 适量的盐 最后来上一小勺做好酱 给它翻拌均匀 多给它搅动一下 要翻压均匀的入味 翻好后放一边腌制半个小时 接着准备几块姜切片 稍微多一点都没关系 切好放一边备用 再来少许的切红椒 配搭一下颜色 最后我们来处理腐竹 腐竹不用泡 直接把它剪成小段 做制造菜 腐竹千万不要咸多 它是非常好吃的 热锅下油 我们先来把腐竹爆香 油热后倒入腐竹 用筷子 直动给它翻动 把腐竹煎至金黄洗泡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不用太长 太长的饭 我都会熟掉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提出来 放油 锅中再次下油 先把姜片爆香 把姜片爆香后 都我们腌制好了翻压 用大火来翻炒 把饭压炒香 表面的水分基本上已经炒干了 现在往里面加一点白酒进去 去除异味 给它继续翻炒一下 炒香后调后少许的老臭调色 翻拌均匀 炒至上色后加入开水 水量刚没过面就可以了 把锅盖盖上 先用大火给它焖上20分钟 然后20分钟已经到 现在把煎好的腐竹给加进去 翻拌一下 翻拌均匀后再次把锅盖盖上 调中小火继续焖多10分钟 10分钟已过 现在把准备好的切红椒放进去 然后翻拌均匀 哇实在是太香了 最后再撒一点葱段 翻拌均匀出锅 一道美味的客家腐竹 焖翻腰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翻腰酥烂入味 腐竹裹满的汁水超级下饭 爱吃客家菜的朋友们 一定要试试看哦